1986年9月5日,10年27岁的麦克·塞克斯顿结束了在喜马拉雅山附近的徒步旅行 他订了一张泛美航空的机票,准备返回英国的家中 在登机之前,他拖着略显疲惫的身躯,拍下了这么一张照片 殊不知,这张照片险些成为他的遗照 因为他即将遭遇上最为恶劣的恐怖袭击之一 也就是泛美航空73号航班事件 四名恐怖分子在机场劫持了一架波音747 机上近400名乘客被当成了人质 最后有20人被杀,超过100多人受伤 在遇难者当中,年龄最大的是81岁 年龄最小的年仅7岁 哈喽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33奇闻录 我是Aris朱思宏 今天在奇闻录当中呢,我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呢 是可以称之为最为恶劣的截击事件之一 泛美航空截击事件 那么讲这个故事之前呢 我们得稍稍的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啊 那就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呢 世界上活跃着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危险的恐怖分子 叫做阿布尼达尔 他在世界各地策划过不少的恐怖袭击 那最为臭名昭著的一次呢 是发生在1985年 当时他让两个这个枪手啊 在意大利罗马和奥地利维也纳两个机场 同时发动了恐怖袭击 恐怖分子呢 就用这个突击步枪和手榴弹袭击了无辜的人群 当时就造成了19人死亡 大概有140人受伤 那么仅仅就是一年之后 也就是1986年 阿布尼达尔呢 就策划了泛美航空截击事件 关于泛美航空 我们也来简单的说两句啊 那泛美航空呢 他之前呢 也是这个美国一家这个航空公司 那现在呢 已经是这个结业的状态了 之前已经破产了啊 大概是在这个1930年到1991年之间 是营业的状态 那其实在1991年之前 他一直是美国的这个主要的航空公司之一 但是呢 泛美啊 他当时就是为了节省他的资金 同时呢 就是让乘客感觉是畅通无阻的 可以进入到这个机舱 觉得哎 好像是给乘客提供了相应的便利 所以呢 就把自己的保安程序 维持在了一个最低的水平 可以说是 就是有点这种阴烟废食的感觉啊 就是丢了西瓜 捡了芝麻这种感觉 加上呢 他当时在美国来说 确实是特别有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个 有着这样一个地位的航空公司 所以呢 他就成为了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 其实本来呢 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 这个非常恐怖的 这个恐怖分子 阿布尼达尔和他的团伙 计划呢 要劫持73号航班这架飞机 是想要撞向一个以色列的军事目标的 而英国小伙 刚才我们说到的 这个麦克塞克斯顿 就这样经历了他人生中最大的噩梦 事发当天的凌晨 73号航班呢 从梦买起飞 本应该是在巴基斯坦卡拉奇和这个法兰克福 停靠稍作休息之后呢 再带着这个飞机上400多人继续前往纽约 结果就在当天凌晨的4点30分左右 就在这个卡拉奇机场 有四名恐怖分子 他们呢 自己把一个这个面包车 就改成了在这个机场进行安保的这个车辆的样子 没想到还真就骗过了检查站 成功的混入了机场 这可能就能联系到刚才我们说的泛美公司 他们的这个安保的级别是非常低 跟这个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那很快呢 他们就开着车就接近了73号航班 很快他们就登上了飞机 上了飞机之后 恐怖分子的其中之一啊 就拿枪抵着一位空姐 就胁迫他 带他去这个驾驶舱 他们的目的呢 就是要截击 那就要挟持这个飞行员嘛 那挟持了飞行员之后呢 飞行员听他们的指令 他们想去哪就去哪了 是吧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呢 这个飞机的驾驶室 它的窗户是可以打开的 那他们不知道 可是空姐却非常的清楚 所以呢 当时被挟持的这个空姐 就想尽办法的和这个劫匪啊 就拖延了一段时间 等这个恐怖分子打开 驾驶舱的舱门的时候 发现了驾驶室里头 早已经是空无一人了 而这也是一个釜底抽薪的 就破坏了恐怖分子劫持飞机 去撞这个以色列建筑计划的 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那恐怖分子此时呢 也意识到 呀我们的这个计划 恐怕是难以完成了 而且呢 很快也就被官方组织的 这些警察啊 各方面的这些力量啊 都给包围起来了 所以呢 恐怖分子就开始了 非常漫长的和官方的谈判 他们的要求很简单 没关系 飞行员走了 你们再送两个过来 那官方当然不可能 就答应这样子的无理要求 这简直就是洋入虎口 是吧 所以呢 谈判当然就是陷入了僵局之中 双方就是完全处在一个僵持的状态之下 时间很快的就来到了上午的十点钟 那当时呢 这个劫机的恐怖分子 他们的这个头目呢 叫做萨法里尼 他终于是感觉到有一些不耐烦了 于是啊 他静止穿过飞机 就抓起了一个叫做拉结石的这个乘客 来到了机舱的门口 然后他就让这个拉结石呢 就双手抱头 跪在地上 他当时就说啊 你们要是三十分钟之内 不把飞行员送过来的话 我直接就会杀了这个家伙 好了 三十分钟 给了官方三十分钟的时间去犹豫 去做决定 是吧 但是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根本就没到三十分钟 也有可能是出于要杀鸡警猴这样的目的吧 这个头目 萨法里尼啊 直接当着所有人的面 就朝着这名被挟持的乘客 冲着他这个后脑勺就开了一枪 接着还不过瘾 就把这个被枪击了的这个乘客 扔到了下面的斜坡上 那么当时被枪击的这个乘客 马上被送到医院 但是很可惜 抢救无效 他当时就停止了呼吸 所以呢 他是当天的第一位遇难者 那飞机上的乘客呢 从被劫持到亲眼看到 有人真的被撕票了 整个机舱内的恐怖氛围 呈指数型的增长啊 那么不久 萨法里尼就返回到了这个飞机舱内 他和其他的三个这个恐怖分子就会合了 然后呢 又商量出来了一个对策啊 他们再一次把几名空姐叫了过来 然后就说 你们去机舱里去搜集这个乘客们的护照 他们想干什么呢 其实啊 他们的目的很明显 他们要挑选下一个要处决的人质了 那空姐们对于恐怖分子们给出这样的指令 他们背后的目的当然是了然于胸的 这几个人啊 其实就是想通过搜集护照 然后通过护照信息去确定哪些是美国人 哎而且呢会把这些美国人作为优先作为人质的这样子的一个首选 以此向美国政府施压 所以呢 空姐们也是非常的机智啊 他们也想到了相应的这个应对的策略 表面上是配合恐怖分子收集乘客们的护照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 这些空姐们 他们就是一旦发现这个乘客是美国白人的话 就会偷偷的把护照藏起来 或者干脆扔回去 或者呢就趁机扔到这个座位底下以及垃圾桶里 就这样 41名美国乘客的身份被完美的隐藏了起来 幸运的是几名这个恐怖分子并没有发现这些空姐们的小动作 但是也很遗憾 这并没能完全阻止这些恐怖分子的疯狂举动 没有美国人 OK没关系 那我们就换一拨人用英国人来开刀吧 还记得我们故事开头的那个小伙子 那个麦克塞克斯顿是吧 很倒霉他就是英国人 于是呢 很快的他就成为了下一个目标 当他听到恐怖分子叫到他自己的名字的时候 塞克斯顿心如死灰 他觉得自己一定是难逃一死了 但是没有办法 命运选择了他 他还是得站起来 还是得来到这些恐怖分子的面前 因为他知道根本就是躲不掉的 很快呢 他就来到了飞机的前部 在那里他就见到了这个恐怖分子的那个头头 就是那个萨法里尼 当时他就看到这个萨法里尼正在端详着他的护照 那塞克斯顿此时他的神经已经是紧绷到了极点 可能真的就是已经这个情绪紧张到了极致的时候就失控了吧 他居然在这样的场景在这样的一个几度紧张的氛围之下大笑了起来 那萨法里尼面对这样子一个就是突然间好像出现了一些诡异举止的一个被劫持的人质啊 倒也没有生气 他只是叫他跪了下去 而且呢就此就告诉官方说 如果有人敢靠近飞机的话 马上就会把塞克斯顿射杀 不过呢 这一次塞克斯顿和上一个罹难者的境遇似乎有那么一点不同啊 不同于对待第一个罹难者 这一次萨法里尼似乎显得更有耐心一些 没有这种迫不及待在杀人的这种情况了 那塞克斯顿似乎也多多少少感觉到了氛围的变化 所以呢 他也趁机向塞法里尼就祈求说 求求你不要伤害我了 我的哥哥呢 已经死在山里面了 我的父母没有其他的孩子了 那对此呢 塞法里尼他的表现只是挥了挥手 明显就是不耐烦 别说了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是吧 那这种情绪呢 也是异于言表 所以呢 被挟持的这个小伙子迈克也就没有再多说了 他也觉得多说无意 那么这个迈克被扣留了好几个小时之后呢 他觉得自己一定是难以幸免于难了 那随着时间一点点的流逝 最初他极度的恐惧的那种情绪 然后呢 这种肾上腺素给他造成的极度紧张的那种情绪 好像慢慢的就过劲了 没想到这个时候他竟然感觉到的只是无尽的疲惫 居然就睡着了 更神奇的是什么呢 当他一觉醒来的时候 恐怖分子最终竟然没有杀了他 而是让他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去 可能在很多人看起来 这是这个恐怖分子 他们心存仁慈吗 还是说整个这个劫机事件快要进入尾声了呢 实际上并不是 这并非一个结束 恰恰是恐怖的开始 整个僵局一直持续到晚上 到了晚上九点钟左右的时候 整个飞机的电量 它的能量完全要耗尽了 与此同时 所有的照明系统就瞬间断开了 机舱内陷入了一片漆黑 或许是黑暗真的会让人觉得无助又绝望吧 也有可能真的是因为长时间的对峙 终于让恐怖分子的耐心消耗殆尽 于是他们做出了当天最为恐怖的行为 他们开始朝着舱内无差别的开火 甚至扔出了手榴弹 那就在这一片混乱当中 有人趁机打开了飞机的紧急逃生舱门 几名空姐呢 直到此时仍然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帮着人们逃跑 最后才选择自己去逃生 那刚才被劫持的这个迈克塞克斯顿呢 也在整个过程当中顺利的逃脱了 最终最终 只是胳膊肘这块啊 蹭了一下破了点皮而已 可以说堪称神奇了 相信你一定和我一样 对于塞克斯顿能够从恐怖分子的枪口下幸免于难 尤其他是被当作人质之后 就睡了一觉 安然无恙的回到座位上了 这种情节可以说堪称魔幻了吧 怎么会发生呢 包括塞克斯顿自己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2022年 有一个导演拍了一部纪录片 就是关于这个劫机事件的 终于给了塞克斯顿一个提问的机会 那么摄制组就找到了当时的恐怖分子的头目 萨法里尼 给两个人安排了一个通电话的机会 天哪 这个电话要是接通了的话 我觉得这个气氛也是相当紧张的 很吓人啊 如果是我的话 估计会紧张到连话都说不出来吧 铃声响起来了 塞克斯顿紧张的接起了电话 电话那头的声音是他一生都没有办法忘记的那个声音 除了听到萨法里尼为当初自己的 以及他的这个团伙的恐怖行为道歉之外 塞克斯顿也鼓足勇气 问出了一直缠绕在他心中了40年的疑问 为什么当年自己可以幸免于难呢 电话那头的萨法里尼顿了顿 然后说 正是因为塞克斯顿当时声泪俱下的述说了 自己哥哥已经不在了 在当时看起来好像啊 这个萨法里尼不耐烦 无动于衷 但是实际上他的内心已经被触动了 于是呢 就决定要放这个人质一马 放下电话 塞克斯顿这边呢 是泪流满面 这些年来他试着对自己幸存下来的原因 猜想过无数种的可能性 但终究这个答案完全出乎了他的想象 要知道当时呢 这个塞克斯顿我们来说他是去这个喜马拉雅山徒步 才会有了后来的这个航班的行程 他为什么会去喜马拉雅山徒步呢 就是因为他哥哥在那里登山时过世了 所以他也想由此 由这个徒步来纪念他的哥哥 再走一遍哥哥走过的路 没想到哥哥最后还是保护了弟弟 而且还是以一种谁都没有想到的方式 塞克斯顿逃过了撕票的命运 躲过了恐怖分子暴走之后的枪林弹雨 他是被眷顾的幸运者 但同时在这起劫迹事件当中 有20个不幸的遇难者 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81岁 年龄最小的仅仅才7岁 而当天执勤的空姐尼尔加巴诺特 也是这些罹难的20个人当中的一个 他的遇难与其说是不幸 更应该说是他自己的选择 哈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三三奇闻路 我是Aris朱思宏 我们通过刚才的那一段讲述呢 大致了解了大概在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发生的最为恐怖的劫机事件之一 泛美航空劫机事件 那么刚才我们了解到了整个事件过程当中 有幸存者也有遇难者 而其中有一位空姐 他的事迹是相当的感人 还记得刚才我们讲过啊 当恐怖分子闯入了机舱之后 胁迫着一名空姐带他们去这个驾驶舱 去劫持飞行员的时候 那名空姐非常机智的和恐怖分子进行了周旋 为飞行员逃离飞机赢得了充分的时间 也从根本上破灭了恐怖分子的计划 而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有另外一个人的参与 他也是功不可没 那就是当天的乘务长 尼尔加巴诺特 原来当这四名劫匪上飞机的时候 就在那个时刻 尼尔加就已经悄悄的通过对讲机 给驾驶舱的机长发去了信号 他心里清楚 一旦飞机被劫持 一旦飞行员被劫持的话 那么飞机很有可能就会被选择 坠落在人口密集的地方 造成的伤亡那就是无可估量的呀 那正是尼尔加和同事的机敏和默契 飞行员才能赶在这个恐怖分子来之前 打开天窗逃了出去 而这恐怖的一天 就是尼尔加刚刚当上乘务长的第一天 也是最后一天 1963年 尼尔加出生在印度的一个普通的家庭 在他的家里还有两个疼爱他的哥哥 那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 又是一个女孩子 尼尔加一直是受到了家里无尽的宠爱 18岁的那一年 他无意间被一名摄影师发现了 发现这个小姑娘长得真好看 于是给他拍了很多的照片 就此也开始了他的模特生涯 凭借着出色的外表 尼尔加迅速成为了广告界的宠儿 但是好景不长 一个男人的出现彻底打破了他本来宁静的生活 21岁那一年呢 一场媒妁之约 让他跌进了无尽的深渊 结婚之后 丈夫无止尽的家暴 让他遍体鳞伤 不管是身体上还是心灵上 都是无可弥合的伤痕啊 忍无可忍之下 他决定和丈夫离婚 要知道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印度 印度那绝对是一个相当传统的国家了 是吧 那么离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仅需要莫大的勇气 而且作为离婚的女性而言 可能还要遭受种种的非议 但是尼尔加毫不畏惧 因为他始终坚信自己的人生信条 那就是自信坚强独立 那与此同时呢 上天似乎又给他打开了另外一扇窗 泛美航空公司的招聘广告吸引了他 那么就在1986年的时候 为了更好的去提高对亚洲顾客的服务啊 所以呢泛美航空就决定成立一个全部是由印度籍的这个人员组成的航空的这个机组 那么当年这种决定呢 对于航空公司来说 可以说是一个首例 其实泛美公司呢 它是一个在各个方面都很有突破和创新的一个公司 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安保系统导致了一系列后来的这些事故的话 相信他也应该不会破产的那么快 那么决绝了 那尼尔加当时呢 被这份工作深深的吸引了之后 就申请了这份工作 而且呢 也从上万人当中脱颖而出 当上空姐了之后呢 尼尔加的妈妈也很为他高兴 但与此同时呢 也多了一份担心 他就担心女儿在天上飞来飞去的 本来就很危险 对吧 再加上呢 当时的这个整个的国际的动荡的局势 总觉得 哎呀 女儿好像是干了一个挺危险的工作 所以呢 他就担心的叮嘱说呀 万一你遇到劫机的话 一定要赶快跑呀 尼尔加说 嗯 那如果所有的人都像您这样想的话 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如果真的发生劫机的这种情况的话 我宁愿死也不会逃跑的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母亲担心的事儿竟然成真了 而尼尔加也彻彻底底的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回到劫机事件发生的那一天 在恐怖分子和政府耗了17个小时之后 飞机燃料消耗殆尽 机舱陷入了一片黑暗 人们最为担心的事情果然还是发生了 失去了希望的恐怖分子举起手里的冲锋枪和手枪 不停的扣动着扳机扫向了乘客 顿时整个机舱内血肉横飞 仿佛人间炼狱 混乱之中 尼尔加和机组人员就打开了紧急出口 那么人群就纷纷的向出口涌去 其实当时呢 距离紧急出口最近的就是尼尔加本人 他本来可以最先逃出去的 但是他还是留在机舱内 一遍遍的搜寻着幸存者 帮受伤的乘客逃出去 而就当他终于是有机会可以离开机舱的时候 他看到了三个没有人照看的孩子 躲在座位底下小声的哭泣 尼尔加把他们抱在怀里 用身体挡着他们 并且呢向出口慢慢的挪去 就在这个时候恐怖分子发现他们了 于是丧心病狂的恐怖分子拿着机枪 就向他们疯狂扫射 此时此刻 尼尔加毫不犹豫 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射向孩子们的子弹 最后这三个孩子成功获救了 但是尼尔加却因失血过多 再也没有醒过来 与此同时 在400公里以外的家 他的爸爸妈妈还有哥哥 还在精心的为他准备 两天后的生日派对 没错 两天之后他就23岁了 可是他的生命却永远的定格在了22岁 这个美丽的年纪 在尼尔加保护的三个孩子当中 有一个如今已经成为了一名机长 他说 尼尔加的生命在我的身上得以延续 我每天都会告诉自己 我是为了他而活 1987年的时候 印度政府也授予了他印度最高的勇气勋章 截至目前 他也是获得这个荣誉最为年轻的获得者 同时也是唯一的一位女性 30年后 尼尔加的传奇故事依然没有被人们所遗忘 2016年 一部根据73号客机改变的电影 在印度上映了 这部影片的名字就叫做截击惊魂 他不仅向我们展现了当时飞机上千军一发的 非常惊心动魄的一幕 同时也让人了解到尼尔加他的勇气的由来 其实要说起来 面对生死 尼尔加他害怕吗 当然害怕 他只不过是一个23岁的年轻姑娘啊 他甚至也会哭泣 会恐惧 会颤抖 可是比起害怕 他更在意的是飞机上的这300多名乘客 他知道这些乘客的家人还在等着他们 虽然他自己的家人再也等不到他了 所以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只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而已 相信那些幸存下来的300多名乘客 他们一辈子都会记着这样一个名字 尼尔加 好的 今天的三三七文录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 不妨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打开小铃铛 那么在每周的同一时间 我们就可以一起相约相伴了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